主料,鸡蛋两个,菠菜400克,鱼丸100克,肉50克,辅量,油,盐,面粉,鸡精,香油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菠菜洗净切段,肉切片,鱼丸切成小段,两个鸡蛋打散,锅里油约后放肉爆锅,然后放鱼板炒,加适量水煮开,煮开后放菠菜, 然后适量面粉加水煮成面糊,把面糊倒入锅中,加适量盐和鸡精调味,开锅后把鸡蛋打散在锅中,低适量香油管火,出锅即可,烹饪技巧,菠菜要后放,不然煮过了就不好吃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